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另外200万剂莫德纳疫苗运抵本国 预计本国的疫苗分发将在未来数周和数月内加快速度 从2月15日开始 疫苗数量将出现抖升 各省和地区对此情况的发生应该有所了解 我们需要全力以赴 做好开始大规模分发疫苗的准备 阿南德称 辉瑞疫苗的暂时延误基本上已成为历史 联邦政府部门正加快审批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 并确保这两款疫苗批准后能立即运送 而辉瑞疫苗的暂时延误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 预料2月中旬之后 该疫苗运抵本国数字将大幅增加 联邦采购部长阿南德在CTV的访谈中表示 同早前对待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做法一样 他目前正每天与阿斯利康和强生药厂保持联系 以确保这两款疫苗在获得本国监管部门批准后 能立即同时或接近同时运送 阿南德指 2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预计将在其获批之日至9月底之前交付 具体的交付时间表将在疫苗批准后确认 本国有可能在3月底前收到最多5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此外 加拿大还将透过全球疫苗共享计划COVAX 在6月底之前至少再收到190万剂疫苗 阿南德透露 加拿大卫生部的监管专家自去年10月1日以来 一直在评估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提交的申请 该疫苗最早可能在下周批准 至于强生疫苗 法规审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因为其申请是去年11月30日才提交 疫苗提交审查过程通常需要长达一年 但是由于目前实施的紧急状态令 卫生部得以加快授权过程 此外 阿南德星期日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访问中称 辉瑞疫苗生产商已向他作出保证 该疫苗上月出现的交付延误是暂时的 加拿大将很快步入接收辉瑞疫苗的正轨 阿南德称已收到供应商的可靠确认 可在3月底之前将有400万剂辉瑞疫苗 和另外200万剂莫德纳疫苗运抵本国 预计本国的疫苗分发将在未来数周和数月内加快速度 阿南德说 从2月15日开始 疫苗数量将出现抖升 各省和地区应对此情况发生有所了解 我们需要全力以赴 做好开始大规模分发疫苗的准备 根据联邦政府的分配计划 本国预计将在下周收到超过7万剂辉瑞疫苗 到2月15日那周 这一数字将猛增制约33.6万剂 根据去年秋天的经济报告 联邦政府在疫苗协议上总共已花费超过11亿元 不过 阿南德预计 联邦疫苗支出可能会增加 据国家邮报刚刚获得的消息 不少自雇的加拿大人 尽管没有资格获得加拿大紧急救济金CERB 但由于政府在公布标准时没有说清楚 很多人领了福利 有人甚至多拿了1万4千元 从政府方面得到的消息称 加拿大税务局CRA将不需要这些错领福利的人还这笔钱 据知情人士透露 联邦就业部长夸特洛夫最早将于今天宣布这一消息 这不仅标志着政府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多的大转弯 而且足以让领了这笔福利的加拿大人 大大松了一口气 消息人士说 问题在于 其中引起争议的是一些领取了CERB的纳税人 完全是根据加拿大税务局不清楚的资格或标准 等相关信息提出了申请 此外 消息人士称 那些已经向CRA偿还了部分或全部款项的自雇人士 可以再与CRA联系 以便争取拿回还给CRA的钱 当然 这些人士必须明确自己符合该计划中的所有其他标准 就在前些时候 有不少自雇人士收到来信 CRA说他们的收入没有达标 不符合申领CERB 因为他们是按毛收入5000元算的 而政府的要求则是净收入5000元 因此拿了钱的纳税人要把这笔钱 很多人最多领了14000元归还给CRA Global News此前报道说 多伦多税务律师罗特莱斯曾经指出 一般纳税人很容易被毛收入和净收入搞糊涂 但经常与CRA打交道的税务专家都知道 税局在提到自雇收入时通常是指净收入 但如果您不是税务从业者 那么就很难从CRA的网站上了解这一点 正如CRA后来承认 把事情弄得糟糕的是税局给代理call center提供的一个文件 该文件错误地认为 CERB申请资格是基于总收入的 该文件在使用几周之后才得以更正 CRA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说 政府机构在CERB启动之后意识到 有关资格或标准的沟通方面存在不清楚之处 这包括CERB网页和提供给代理call center的信息 声明还说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缺乏一贯的明确性导致一些自雇人士尽管不合乎资格 但仍错误地向政府提出了CERB申请 但CRA还是向不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发出了44万1千份信件 信众要求他们要么提供更多证据 证明有资格申请 要么就归还部分或全部的CERB付款 正因为如此 有人向联邦政府提起集体诉讼 称自雇人士还有退休人士提出申请并没有错 错在CRA没有把这个标准及毛收入或净收入说清楚 由于正值圣诞节之前 总理特鲁多特地出面安慰这些加拿大人 要他们别太操心还钱的事情 先过好节再说 罗特莱斯律师表示 也许CRA接受了这个教训 在CERB结束之后 联邦发放新一轮福利 加拿大恢复救助金CERB时 CRA就把资格和标准说得透彻清晰 直接说是净收入 完全避免了在发放CERB时 申请者所遇到的麻烦 实际上在税局的官网上 在阐述新福利CERB的资格及申请标准时 CRA明确指出 自雇申请人应该查看其净收入 其官网还写道 自雇收入是您的收入减去 为赚取收入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CRA在发给媒体的电子邮件中说 发给自雇人士信函 旨在解释获得怎样的收入 才有资格获得CERB 哪些没有 邮件还补充说 收到这些信件的人 不应将其理解为 他们已经被确定 没有资格获得CERB CRA还在邮件中强调 申请CERB的江大人都是诚实的 即使他们后来被要求还钱 也不会面临罚款或利息的处罚 BC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 2月8日宣布 上周五至周一 全省共新增1236例新冠肺炎病例 令确诊总数增至70952例 新增13人死亡 死亡人数增至1259人 上周五至周六录得428例 周六至周日录得465例 周日到周一录得343例 其中266例属于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601例属于飞沙卫生局 其他来自内陆 北部及温哥华岛 全省确诊数字合共70952例 目前共有3976例活跃病例 其中234人住院接受治疗 69人在重症健护室 亨利医生指出 目前卑诗省共有25例英国变种病例 以及15例南非变种病例 新增2例医疗护理设施爆发疫情 包括Obsford Regional Hospital 和Dawson Creek Hospital BC省也有154,496人 至少接种了疫苗第一针 其中 12,111人已经接种了第二针 已经有217例接种疫苗后 发生不良事件的报道 包括18例严重的过敏反应 加拿大公众卫生局2月8日表示 辉瑞疫苗本周期恢复供应 由今日起向各省和地区 一周内送出7万剂辉瑞疫苗 在之后两周及2月的最后两周 一周将会获送33.6万剂 另一周会有39.6万剂 然而本周加国不会获得 供应莫德纳疫苗 BC省卫生官员亨利博士 同一天也宣布 越来越多的新冠疫苗 正在运往BC省 亨利表示 疫苗接种计划 由于辉瑞和莫德纳的供应不足 而被推迟 但是新的剂量现在已经在路上 BC省暗原计划 在3月份开始大规模诊所接种 首批注射疫苗的人群 将是80岁以上的人群 他们将在未来几周内 收到有关核实 以及如何接种疫苗的信息 加拿大的7天 平均新增病例数持续下滑 BC省的每日新增病例曲线来看 疫情也确实在逐步改善 然而上周 亨利医生表示 尽管最近的疫情数据令人鼓舞 BC省正在缓慢降低感染率 但BC省的限制措施仍被延长 以争取疫情进一步的改善 亨利博士表示 限制可能会在3月前会有所改变 但他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日期 相较之下 2月8日 阿尔伯塔省 奎北克省和新斯科车省 已经开始逐步解封 安大略省也将采取类似措施 不过公共卫生专家们却呼吁 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 吸取去年秋天的教训 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防止出现第三波疫情 一些流行病学和公卫政策专家注意到 那些抗疫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 为自己定下的目标 不仅仅是抹拼疫情曲线 而是彻底切断感染链 实现零感染 因为目标不同 所以采取的措施也不同 以零感染为目标的国家行动迅速 一发现感染立刻采取隔离措施 很快关闭了边界 并且动用大量人力和各种技术手段 进行病毒检测 感染链追踪和患者隔离的工作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现在生活和经济活动 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以澳大利亚为例 这个人口2000多万的国家 在过去24小时内 只增加了6起新冠确诊病例 但是在加拿大和很多西方国家 实行隔离则是为了抹拼疫情曲线 这些国家的隔离措施 多半不严厉 不彻底 而且只要感染人数 降到医疗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 就会放宽或停止隔离措施 采取温和隔离措施的国家 大多出现了严重的第二波疫情 即使在加拿大也能看出 做法不同的省份在疫情上的差别 例如新布伦瑞克省 和魁北克之两个相邻省份 新布伦瑞克很早就关闭省界 严格限制跨境流动 目前的日增病例以各为继 而魁北克省一直是 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之所以采取温和的措施 无非是为了减少经济损失 但是剑桥大学公共政策学者 还要表示这样做得不偿失 最糟糕的结果是 政府不得不多次封禁 对经济的损害更大 不仅搭乘飞机入境 加拿大需要提供 新冠病毒阴性检测报告 从2月15日开始 通过陆路边境进入加拿大的人 也需要提供检测报告了 总理特鲁多周二表示 从2月15日起 当你从陆路边境返回加拿大时 需要提供72小时的病毒检测测试 就像乘飞机旅行一样 总理说 边境官员不能合法地拒绝加拿大人入境 但是那些没有提供测试报告 而想入境者 可能会面临最高3000加元的罚款 我们可以做的是 施加严厉的罚款和要求 确保进行快速而完整的跟进 以确保民众会进行测试 会进行适当隔离 特鲁多说 这个措施是要确保 所有加拿大国民的健康安全 以上就是本期港文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